呦,新角色,哇,哇,这个,这穿的 看这穿着啊,又是一个五星是吧 摄影师是懂镜头的,这个角色不错呀 你看看,毫不讲武德啊 哇,这回有人变波了 他怎么生气的时候跟小狗似的 你拿着弓箭,你一个弓兵就不要冲那么快了吧 你的弓兵比他们枪兵冲的都快 两边都是弓兵啊,这个将领都是弓兵啊 这个镜头说明了什么呢,请各位同学表达中心思想 呦,新角色,哇,哇,这个,这穿的 看这穿着啊,又是一个五星是吧 诶,刚才那是,哇,北斗根 援军嘛就是啊,每柳万叶都来了 摄影师是懂镜头的 诶,这个角色不错呀 你好,第一次正式见面 还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到齐鸡消宫之后,这个也挺不错的 我叫做珊瑚宫星海 是反抗军的组织者 也是海溪岛的现人神工女 嗯,哇,这珊瑚宫设计的漂亮啊 好地方啊,此乃分水宝地 你们还反抗什么呀 你们在这建立一个自己的村落不好吗 把不愿意的人接过来 多好呀 宛若仙境啊 不愧叫珊瑚宫星海的 据说这个日本人取名字 是不是开头的都是自己所在的地方 所以珊瑚宫星海真的就是有一座珊瑚宫 真的很像那种海底龙宫啊 所以想必在百年之前 这里还是海底 哦,他们又职位了 简鱼二番队的队长 简鱼二番队队长 怎么听着这么怪呢 像是咸鱼二番队队长 是我理解的那个被冠以简鱼之名的特别行动队吗 既然都是海底龙 你就不能七点八起的名字 虎金二番队 海王乌贼二番队 对不对 七点八起的 我记得光是进入特别行动队就很难了 居然可以一口气当成队长 简鱼二番队队长 虽然是破格任命 但我相信 以你的智慧 勇气 与力量 可以带领这支队伍走向胜利 皮皮虾 小龙虾 我认识我已经写好 你给他们看一下就可以了 哦,这宅子设计的是真不错 挺漂亮 就是看久了会有点那个什么 因为全是一个闪 打点他们的老乡的萝卜 不客气了老乡 我们是来送温暖的 其他两个营地清剿完毕 不是 咱们咸鱼二番队就真的就只有两个人吗 二番就是指你们两个吗 哎,好可怜啊 你们队叫什么名字 青蛙二番队 飞鱼一番队 飞鱼是那个飞鱼吗 就是飞鱼罐头的飞鱼吗 那你们一番队挺臭的 听起来就很臭 受伤了 他应该是在突击作战中受伤了 看来你这个队长命不久矣啊 没事吧 你看上去有点怪怪的 没事没事 估计是前两天出海的时候冻着了 你身体都这样的 还逞英雄呀 赶紧去养好伤吧 你一个普通人 又利弗拉格是吧 别担心 打完这仗我就回老家 天哪 都变成这样了 瞬间老了50岁 身体被掏空 说出来你们都不信 今年这个小伙子才20岁 这就是爆肝明日的18岁玩家呀 强行透支自己的生命来获得短暂的力量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 看上去50了 其实今年他才20 只是因为接触了一种 名为邪之眼的东西 吃了以后让人感觉自己 浑身有大力出奇迹 于是长辞了 你约人中 干翻他们 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斩草除根一个不留